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与点栏目 建新粘米工厂在民国88年至98年间 到田伟陆续建新的第一场和第二场 设备接采制动化 以因应时代潮流及农业精致化的需求 黄振达的公子黄哲伟在大学毕业后也投入经营阵容 使得建新工厂的经营更为年轻化 一朝现代化的脚步迈进 是朝外销跟市场的比较大型通路下去做 然后朝比较精致化的米食 然后一方面也建立我们的安全机制 然后建立我们的品质起来跟品牌 黄振达坚持工厂经营一定要走稳定路线 他特别注重三品政策 坚持品牌品种品质 包括水稻器座 施肥控制 农民的上课训练 以及稻谷检验筛选 然后储存保鲜 都是在稻米低温保鲜中心中完成的 他强调 好产地 好新鲜 好口感 安全另一 才能永续经营 工艺频道张华允 田中采访报导 好